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车没有ESP 直接POP 而且它的品牌认知度到南北大众来比 却有差距 那么朗逸是1.6的 新宝来是1.5的 我建议有新款不要老款 那么买一把款的吧 至于您说的价格 每个地区各个经销商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您生活在哪个省份哪个城市 通常来说 你像我们辽宁省 我们大连市的很多车型 我们会跟省会沈阳比 如果离的距离三五百公里 要是能差上一万块钱 我建议你就到省上去买 回来落盘 这不受影响 至于最低配和中配的区别 老胡的意见是什么呢 高配车往往保值率比较差 低配车 你就说类似具体到 这个宝来这个朗逸上 连个天庄都没有 座椅是这个步座 相对来说稍差点 我建议你买中配的吧 至少带个天庄 舒适型的 这个 比这个时尚型的 性价比更高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助你 老胡你好 一直关注你的节目 是你的忠实粉丝 我人生第一辆车 购车预算全办下来十万以内 日常代步 周末出游 不常跑高速 自动挡 省心耐用 下面五款选哪个比较好 奇亚K2 三箱1.4升 深意经典1.6升 一汽丰田维持1.5升 广汽丰田Yaris L致响1.5升 本田风范1.5升 我自己选的有点纠结 希望听听您的意见 谢谢 这是年轻人的第一辆车 五选一 每个人都有选择困难证 二选一都会 五选一不会了 二十选一彻底演化 那咱们就用排出手吧 首先奇亚K2 这个K2车体过小 而且安全性 勇气度不够 先把它Puff 另外提到的一种车 就是亚利四L致响 实际它跟威驰相比 就是威驰的两厢版 两厢版的威驰 卖的不如威驰多 也Puff 剩下就是说 轩逸经典 丰田威驰和本田风范 如果你是年轻人 男孩子 我研究过这些车的配置 就选风范 本田的黑科技 买发动机送车 可能配置能稍低点 但是这个车的动力 绝对是无一伦比 而且空间 在这几个车里边也不错 如果您想务实 维修保养最便宜 选一经典 所以这个问题 就变成了三选一 如果我是你 我会考虑本田风范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 就到这结束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卡汽车 点击并在下方 留下您的问题 我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